大家好,歡迎收看信網收市回報 港股升近200點,逼近5個多月的高位 恒指今早高開88點,早段表現反覆 一度倒跌56點,但之後可以由跌轉升 午後的升幅逐步擴大,最多升242點 高見過23,360點 收市升幅略為收窄,升198點 暴23,315點 成交回升到601億多 今日多隻藍籌股都有不錯的升幅 騰訊今日再升超過2% 收市暴113.5 百例表現亦好突出 升了約3% 是今日表現最好的藍籌 石油石花股普遍向好 中海油和中石化都升超過2% 我們看看今日焦點板塊 的收市表現 人民銀行公佈 比三龍和小微企業貸款 達到一定比例的商業銀行 下調存款準備金率0.5個百分點 德銀認為大部分內銀都未必能夠受惠 微銀未臨就認為 全面下調存款準備金率的機會尾 不過內銀股普遍表現向好 當中以龍行和松龍行的升幅價為顯著 龍行升超過1% 松龍行更加升超過3% 內銀股的表現亦向好 國壽和新華人壽都升超過2% 有消息說 澳門金管局計劃進一步限制 在賭場內使用銀聯卡 更日持續約勢的賭業股 今日全線向下 銀余跌超過1% 金沙要跌近2% 永利、澳門和澳博跌幅更加顯著 分別跌超過4%和約5% 我們看看焦點股份 今日的收市表現 市場憧憬第一拖拉 可以受惠內地的定向降準 刺激三龍政策 第一拖拉曾經升穿5元 收市升超過半成 報4.94元 美國今晚會公佈批發庫存數據 大家可以留意 多謝收看信網收市匯報 我們明天再和大家見面